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南谋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大家晚安 我们现在的课程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到这边 上次讲到释迦牟尼佛 从做起 那献大神力 就是以右手辅无量菩萨摩赫萨底 而做誓言 佛就是已经在无量百万亿阿生期节 休息是难得阿妙多罗三妙三菩提法 今以富足如等 所以现在佛是在把他的如来佳业 就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交给大众 所以这些能够看得起法器的大众 就可以开始承接起如来佳业 所以如等应当一新 留步持法管理争议 这其实法就是在让大家 很多的各方面的一个争议 因为世间上的生活 人世间当中其实都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 那能够来听闻这个法 那甚至于能够到 可以承担起如来佳业 这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因为在人的因缘性来讲 有很多种不同的一个走法 那这个释迦牟尼佛 现在终于可以把他的佳业 给交付出去了 所以如是又三摩诸菩萨的摩荷萨顶 就在摩这些大菩萨顶 而作誓言 我于无量百千万亿阿生其解 修习是难得阿妙多罗三妙三菩提法 今以如等当受词 读诵广宣词法 另一切的众生普得闻之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法交到大家的手上 那再来呢 不是就到这个手上截止 我们还要再把这个法 怎样再流传下去 这就是一种登登相细的一个概念 这样才能够真正让法能够在不一样的一个时间 然后能够这样流传下去 那当然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一部妙法莲花经 也是当中已经怎样很多的菩萨去承接 然后再来又再流传 然后现在我们才有这一部妙法莲花经可看嘛 对不对 可见那个赫旦启如来 家业这些大菩萨们都有怎样 很努力的把这个法给流传出去 不然现在的大众的一个根器啊 其实有时候以妙法莲花经这样的一个圣生经典 因为现在人大部分很多都很直向 好你跟现在在外面你要有时候遇到一些 一些有时候一些讲讲经的地方 你要讲空的一个思想 那对有些人来讲 那他观念上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因为他们对现实生活当中根根成交式的这些 他们都已经这样子取冠了 而且生活上的这些东西 他们已经这样就认为是真实的 那你要跟大众在讲说 这些你根根成交社的为希望的时候啊 其实一般大众的接受的一个程度就是这样 十分的一个有限 那这一部妙法莲花经到现在还能够流传下来 就知道有多少的大菩萨在这当中呢 一定是非常的一个这样辛苦的把这个法给流传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妙法莲花经其实要非常的感恩啊 感恩中间这些大菩萨们的一个贺旦起 然后而且这样如实的把法给这样流传下来 所以将父主所以先摩顶安慰这些高育者 为什么要摩顶 因为啊 再来的就是佛灭以后的这些大众们啊 同学有没有那么好度啊 我们不要说佛问我们也问别人 我们就问我们自己好不好度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知道要把这个法再传下去是怎样 很辛苦的对不对 所以是其慈敏啊 慈怜啊 也就是那再来呢 还要让这些大众们能够不经以而必信也 大家想看看 如果今天的这一个大众 就是说这些大众们是怎样 对这一部妙法莲花经一读就产生经以的大众 一定是怎样承担不起啊 对不对 所以要令这些承担起如来家业的人呢 不对这部妙法莲花经不经以啊 而且怎样信根信利都要具足啊 那才有办法 我们说如果是在信根的间断 他还在执掌 可是呢要到信利的那个间断 他才有办法承担啊 对不对 才有办法这样子的一个承担起如来的家业 并且把这些 把这一部这样的一个圣神经典给流传下去 而且怎样三摩其定 这代表怎样 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这样 敦切之志啊 也就是他再来 佛也知道 佛灭后以后的大众的根气啊 那对这一部妙法莲花经 是不是真的能够这样的 如实的一个这样契合 这些佛其实都是这样 知道的清清楚楚 所以再三的这样敦切之志啊 那再来也是这个法 为怎样 最为难得之法 所以佛于力竭情苦啊 乃至于三千世界无界之许啊 就是所有的这样 不管是像戒指这样的一个空间啊 都是菩萨为求 菩提舍命 舍生命处啊 也就是说到处啊 遍一切法界都是这样 菩萨为求 菩提 然后在那边怎样 为了法 他们是能够舍生命的 这就是菩萨对于 这一部法的一个怎样 恭敬跟尊重 人家说轻重缓急嘛 那一般大众呢 在对经典的部分 有些人就说 师父啊 为什么修那么久 都没有什么成就 其实当然呢 这很多修行的部分 是累生累劫 那再来呢 我们要想到 我们轻重缓急啊 对不对 是不是你今天呢 在对于妙法的花 其实这一部经这个香气 无论如何 听课啊 或是怎样 你把它放在第一位 或者是呢 你对于这一部经呢 佛一讲 哇真的就是怎样 哇那个圣圣经典 那交付我们就怎样承担得起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你看这些菩萨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他为了求这菩提 正是一样 他连他的生命 都能够怎样舍去 所以已久受勤苦 那一颗得逞 因为根气的问题 如果今天的大众都像那个米勒佛时代的那些大众那么好度 那当然就轻松一些了 那再来就是这些大众们 那个因缘性 也都在具足 那个因缘性具足的时候 我们发现事情要推很容易 对不对 就好像是 我们今天的 如果说因缘性是具足的 那我们过来这边上课的过程 就这样 非常的顺利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像的一个呈现就是这样 顺利 然后非常的怎样 好像怎样都怎样 因恋而至 对不对 那可是有时候呢 因缘性如果不具足的时候 那就是怎样 那些大众们就要怎样 比较勤苦一些了 所以这些菩萨所受的勤苦 是为谁受的 这个我们就要讲 清清楚楚了知 所以所谓的这样 难得这样 阿妙菩提也 也金也将这样 富足 这个难得的菩提 就能够成佛之法 也向富足给大家 那所以再三演其难得者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 这其实都是要表现出 这部尿法莲华经的 本身的一个尊贵 好 就好像斩者大富之家 要只知道怎样 创业是艰难 就像他儿子这样 小孩知道 创业很艰难 不是说大家想象那么容易 得来容易当等闲 对不对 这这样艰苦 所以当交给你的时候 我们就会怎样 很认真的去对待 所以经以持法 富足菩萨 非特欲其 持守而已 交给你 不是让你怎样 就是把它怎样 保留下来而已 或是你自己受持而已 你还要怎样 登登相续 把这个法再怎样 传下去 所以且欲管轩持放 另一切的众生 普得闻之 以所托者众 故告欲之心也切 这些不妙法莲花 其实是尊重 所以这个佛呢 那个告欲之心也这样 非常的这样 切 那个像禅宗 就有所谓的老婆心切 对不对 这个都是在 希望大众呢 对法要有怎样 一个精进的心 也要轻重缓急 一定是他排在重的位置 急的位置 是为一大事因缘 非戏故也 这个是怎样 大事的因缘 同学啊 一部妙法莲花经要宣讲 那个因缘性要怎样 很多的一个具足啊 对不对 我们不是之前有看到 有佛怎样 就是那个 那个成佛之后 怎样 沉默 没有任何的怎样 那个宣扬 为什么 那在等因缘啊 对不对 所以这因缘性能够成 其实怎样 是叫做什么 一大事因缘 不是小小的这些事故啊 细故啊 所一者和呢 如来有大慈悲啊 无诸千里 亦无所谓 佛怎样 慈悲 而且怎样 没有任何的怎样 不舍啊 兼贪啊 对不对 那亦无所谓 也就是没有那个害怕 能与众生呢 佛之智慧 如来智慧 自然智慧 佛之智慧 如来智慧 大家能够懂 对不对 那什么叫自然智慧呢 也就是不加以人工的造作 这成为自然智慧 我们知道圣身法的部分 已经不是人的一个怎样 智慧的造作就可以怎样 能够得的 必须要怎样 自然的智慧啊 这同学去意会一下 那如来呢 是一切众生是大施主 最大的施主 把法给怎样 这么大的一个法 交付给大家 所以当然是一位怎样 大施主 那如等应当啊 谁学如来之法 勿生千令啊 不要 这也是一般 大众的习性啊 像有些那个 我们就说 有些世间法的一些师父们 他们在学东西的时候 学到的时候 又把土地把他的 那个所有的那个 撇步都学去啊 就留一样 留两样 不交这样子 那如来不是啊 如来是把所有的怎样 清清楚楚的都怎样 交付出去啊 那一样 我们也这样 不要称这样 先令的心啊 不要说这个法那么好 那么重要 我们就自己留着 以后这样 再往下传下去 所以 于未来是啊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信如来智慧者啊 当为演说此法花心 所以你看 要能够信如来智慧者 然后我们就这样 为他演说这一部 妙法莲花心 那使得文之啊 未遇其人呢 得佛会故啊 我们就说啊 这一部妙法莲花心 是开示误入佛的知见 那这边怎样 也就让大众能够怎样 得到佛的智慧 那佛的智慧 当然是怎样 圣身啊 对不对 我们就说啊 那个 像那个大智度论里面 就描写 佛的智慧啊 像那个阿罗汉就说啊 他在定中啊 再怎么样往上飞啊 或是死神通啊 任何的手段 他都没有办法怎样 看到佛的一个怎样 顶啊 佛顶他根本都看不到 那菩萨也看不到啊 这就代表佛的智慧是怎样 不是一般的人怎样 可触可击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要这个样子啊 这样要让大 这样的人能够得佛会 这就是怎样 当然都要佛力的一个加持啊 才有办法 所以若有众生不信受者 当于如来 于生法中啊 世教利息 能够 如果有不信受的 也要在如来的这些生法当中啊 世教这些怎样 能够得到法利啊 法喜啊 这样如等的若能如是啊 真为以报诸佛之恩 所以什么叫做报佛恩 也就是我们把法呢 能够怎样 再流传下去 这就是怎样 报复恩啊 对不对 佛这样的一个慈悲 把这样的一个法 无私的一个这样 传下去 那我们在承接的时候 也是把这个法呢 就是怎样 如实的怎样 一个宣扬 把那个妙法的连华记 再传下去 这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 灯灯相续啊 不然这一步法 就没有办法怎样 继续这个流传 这一支音就讲到广宣啊 希望大众的那种 很像灯有没有 一亮有没有 然后周边的就这样 全部都亮 这是当然是最好的一个音源 跟最好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要广宣 那十方如来呢 以众生为心 也就是十方如来 其实那心就在众生身上 大家想看看 佛的就是这样 还没有这样 佛就是已经觉悟的众生嘛 那众生就是还没有觉悟的佛 所以十方的如来呢 其实都以这样 众生为心啊 也就是 为什么要有佛的存在 就是因为众生存在啊 对不对 如果这世间大家都成佛了 也就不需要佛的存在了 对不对 那佛因为这样 众生的存在 所以这样以众生为心啊 所以佛才在啊 凡己所有皆与众生呢 以有大慈悲啊 无所吝惜 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都这样 以大慈悲 没有什么好觉得可惜的 亦不畏众生之多啊 同学啊 我们在看妙法莲花经之后 还会不会觉得 哇 这个数量好多 好大 因为怎样 在妙法莲花经 这么大的一个怎样 心量跟正量当中啊 我们再来看其他经典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其他经典 其实还好还好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也是这样啊 就曾经有人他就要说 师傅啊 打残期哦 七天 那我可能 比较没办法 因为不要做得住做不住 那我能不能从禅三开始打 其实我们建议他这样 如果时间因缘性允许 还是这样 禅七就打下去吧 为什么 当你打完禅七之后 你再去禅三 你会觉得这样 很轻松啊 对不对 就好像是我们现在 就是看完 这个就是 听完这个妙法莲花经之后呢 我们也会觉得这样 其他的佛世界 佛经所介绍的那些数量跟空间 其实这样 还好还好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也不会去为众生之多啊 对不对 那凡有所求者呢 皆能与之啊 众生有求 有没有 那菩萨就应 佛就应 就给 那当然这个求啊 同学不要说 哎呀师父啊 我有求房治啊 现在还没给我 我有求权位啊 现在还没给我 这个求治呢 是在于修行上面 那如果你在修行上面有所求 那佛菩萨必应啊 对不对 如果你还是当然那些五欲啊 那就看状况了 对不对 你的福报因缘要能够这样 具足啊 那有求者 兼人与之 也就是佛的一个怎样 平等跟慈悲啦 对不对 对 所有所谓的平等 没有所谓真正的平等 只有佛的平等是真正的平等 好 因为大家想看看啊 我们就讲啊 有人说平等 有啊 今天例如说啊 三个小孩子啊 一块饼我们就切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给他 这就是平等啊 怎么会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平等 有啊 这就是平等啊 那同学想看看 你看这三个小孩子如果体积大小不一样呢 对不对 你同样的三分之一的饼 也许老大吃了哇还不够 老要吃太多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说这叫平等嘛 好像也不是 那只有佛的智慧能够怎样 视线真正的平等 好 所以有求者坚仁与师啊 那 这都是诸佛的本心 能与众生佛的智慧呢 如来的智慧 自然的智慧 那佛的智慧 而有三种者 何也 就言 佛的智慧呢 就是因为众生所谜 也就是因为有谜的众生 所以有怎样 绝的佛 如果众生都绝了 都成佛了 也就没有所谓的佛的存在 那这是一个相对立的 一个怎样存在 所以经与开示 令其误入则也 那如来智慧啊 乃众生与佛平等共有 也就是成佛的这智慧 不是说佛比较 佛成佛了 所以佛的智慧比较高 或者是佛性比较多 没有 其实众生跟佛的一个智慧 跟一个他的一个佛性呢 是一样 没有真 没有简 是众生的一个怎样 分别心 所以觉得佛是佛 我们是我们 所以佛既然能够成佛 佛性一定比我们多 可是以一个实相的立场 也就是佛的智慧在看 其实众生与佛平等共有 那应修而后 正得则也呢 这就是 还是要修啊 对不对 虽然众生的佛性跟智慧都跟如来一样 可是呢 还是要这样 修 然后来正得才是真正的得 不然的话 如果我们要用文字上去解 无解啊 为什么 因为文字上的解 还在人的一个这样 思维的一个范畴内 那以佛的智慧 如果用人的智慧 怎么去掺着痛的 对不对 所以 这边讲到自然智慧就是怎样 天然妙性啊 就本无迷雾 不加以人的一个这样 想法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造作啊 都是天然妙性 本来具足的 那本来具足的一个自然的智慧呢 就没有迷雾了 所以不属于修正者 那智慧本一啊 由开示 然后误入 那由故入而后修 因修而正 本有这样 天然自然性 就是开示误入了 那 故说有三种 今佛呢 既与开示呢 必使勿修而正本有 既然这样开示 就是让大众能够这样 正到本有的一个境界 好 本来是实有嘛 那 因为那个佛性还要真如本来是实有的状态 那开始的是 那再来呢 因为大众的一念无明开始轮转之后呢 我们就必须要靠着修正 然后再回到怎样本有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水跟冰 冰跟水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不管是实有跟本有其实都还是水的状态 也就是本有跟实有其实是怎样同一个啊 只是因为众生的一个分别性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众生是众生佛是佛 所以呢那个本有跟实有的感觉就怎样 不是同一个 因为众生有这样分别性 所以方为究竟 那尽皆与之无令 那故事呢 一切的众生之大施主啊 此如来之心啊 以众生为心也 故教诸菩萨 因因随如来之法 一切与之啊 物生千令 就是 大家呢 雪如来的法 佛呢 一切都交付给你 那我们也这样 不要生千令的心啊 所以 故于未来是 凡有信佛智慧者 当说 为说此经啊 使得佛会 那来宣布 宣讲这一部经呢 让大众都能够这样得佛会 所以以上言的三种智慧 经教菩萨 荡言如来智慧者 以先为众生开示 佛之之鉴 然后呢 使智呢 误入 开示误入 佛的一个这样 之鉴 然后误入之后呢 就能够这样修行正德 那 所以 开示为 急要 为急悟 所以 开示 只有唯有这样 开示才有后面的误入 所以开示是这样 急要 急悟的 所以 特言之啊 若有众生不信 如来智慧啊 要在生妙法当中啊 试教利息 有没有 在妙法连华经之前在讲 也有一些就是在讲 你如果能够受词读诵 妙法连华经的话 有总统功德啊 对不对 这就是这样 试教利息 我们就说啊 有时候 那个 那个 要引导啊 要引导都还要告诉众生 有什么好处啊 对不对 如果没有好处的话 大众这样 那我为什么要做 对不对 那这边就告诉你 如果你能够受词妙法连华经 你就会有种种的功德力 那大家就 哇 你看 这个功德力这么多 就会开始这样 想要这样 能够受词了 所以在这个三顺全教秘密法中啊 渐渐的引又引啊 使令庆受 所以要一步一步来啊 这种就好像是我们在说的一触可击 就一下子你就要上天 那不太可能 一定是这样一步一步来 好 所以慢慢的这样 能够这样 诱饮啊 那有这样的好处哦 让大家 有好处哦 就开始这样 也许就会开始受词读诵 然后在后面的信授啊 对不对 好 那此正父主之意也 好 那谁以故曰啊 如等若能如是 则为以报诸佛子恩 好 所以什么叫报佛恩啊 好 也就是我们赫诞起如来的家园 把这一部《妙法莲华经》 再怎样宣讲出去 好 那大众都能够听闻这一部圣生经典 这就叫做什么 报佛恩 好 所谓家时顶待经成节啊 好 身为传作片三千 若不弘法度众生啊 毕竟这样 无能报恩者 唯有能够把法给传下去 才是真正的怎样 报佛恩啊 所以时诸菩萨蒙和尚 闻佛做事所以啊 皆大欢喜遍满寻其身啊 听到法喜 然后怎样 这个异家恭敬 阿祈公低头合葬向佛 这都是表示对佛的一个恭敬 具发生言啊 如是尊斥啊 当具奉行 也就是怎样 依教奉行啊 佛怎么教 我们就怎么做 所以这些为怎样 大菩萨们啊 对不对 那一般众生就怎样 要有好处啊 要慢慢引导啊 那这些大菩萨们不是啊 一听佛讲就这样 佛一教复习 所以为了人世尊 怨不有虑啊 那他们知道 佛再来要怎样 入虐盘了嘛 所以希望怎样 佛能够安心啊 所以不要再有任何的这样 忧虑啊 那当然有人会说啊 佛总会有忧虑 对啊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就是佛跟菩萨四线嘛 就是年一出戏 告诉大家 把这一部庙法莲花经 这样传下去啊 所以不用在文字上面 这样 就是在那边斟酌 像有些人就说 曾经有一个人就来问 师父有人说 佛是孤单的 那他就说 这样是真的吗 佛为什么会孤单 我说那你要去问 一个说佛是孤单的人啊 对不对 其实有时候都是一种形容词而已啊 那重点也许也不在那个孤单二字啊 而是在他讲孤单之前的 那就是可能现在的学佛者啊 那对法的一个香气度 那也是一种形容而已啊 所以不用在文字上面做打转 我们就说啊 再怎么样的一个就是远啊 还有一个近的可看啊 那近的可看就是我们眼前可做处啊 就是像那个在前面有讲 在这么盛盛的经典当中 也还有这样可下手处啊 所以诸佛萨摩赫萨众啊 如是三返 居发生言啊 如赐尊赐啊 当据奉行 为然是尊啊 愿不犹虑 又再三的讲 那安慰那个如来的心啊 那耳时释迦牟尼佛令十方来的诸分身佛 各环其本土 有没有 因为已经就是有人已经 赫誕起如来家业了嘛 那这些赫誕起如来家业的人呢 那当然要怎样 回去他的佛国 其他的佛国净土啊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还要去怎样 宣扬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耳座誓言诸佛各随所安啊 那多保佛塔的恍可如故啊 所以已经交付完了 就分身这些诸佛各回本土啊 好 那所以留这个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啊 所以留多保佛能就是这样 黄碧塔如故啊 所以还证入证显这个要证入秘密 就是法身的秘密障儿啊 所以留正 留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卓士与言语啊 那十方诸 无量的分身诸佛啊 作宝树下 实质塑上者啊 及多保佛啊 并上行等 无量阿森其菩萨大众 舍利佛等身闻世众 及一切世间的天人阿修罗 文博所说呢 接待欢喜 这边很殊胜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 这个法会非常非常殊胜 非常无量无边的这些大众们 都一起来怎样 来听闻佛法 好 那就可以发现 就开始怎样 这部经又开始可以这样 已经传下去了 又可以再怎样 灯灯下去 灯灯相续下去了 那我们再来要先讲 药王菩萨奔世品 二十三品 那这一品的来意 我们可以发现 那个汉山大师在每一品的开始都告诉你 这一品的来意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 这一品的来意之后 就可以知道他重点在哪里 那前面在显离以缘 那现在显行 对不对 我们就说 这么样一个圆容 而且讲圆满的一个法 那有没有人 可以修正的道 对不对 所以这边在显行 也就是这样 可修可正的 那以明入佛的知见 那前面就是教菩萨法 那后面的依教修行 以取实证 也就是佛怎么教 我们刚才说依教奉行 对不对 佛怎么教 我们就这样 怎么做 这样才有办法 这样去取到实证 那以要完明行者 就意味着 恶圣虽悟原理 那上有这个 违系无名的习气未尽 所以一般的大众 当然那个所谓的 无名的习气是怎样 很粗糙的 对不对 那恶圣呢 他已经悟 虽然悟这个原理 可是怎样 还有违系无名的习气未尽 这无名的习气就好像是 我们现在呢 衣服啊 就是可能沾染到 就是跟琉璃放在一起 有没有 那我们衣服就还会这样 当你琉璃拿走 琉璃拿走的时候啊 那衣服还会后续 还有怎样 琉璃的味道啊 这就是所谓的怎样 无名的习气还未尽 还有那个余息在啊 对不对 所以难以呢 色俗立身啊 我们知道阿罗汉的特色呢 就是这样 他们比较会这样 所谓的立己 那自己修好就好 比较不会去这样 所谓的这样 立身的部分 色俗立身 因为他们会修这个法 就是因为这样 厌理这世间啊 对不对 然后所以他想要 有一个可去处 可能有一个可入虐磐的地方啊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大众呢 你叫他说 你放弃虐磐 然后再回来度众 有没有可能啊 所以很难啊 有没有 这个难字就是在于 那个阿罗汉 他的一个这样 会入虐 想要入虐磐的一个心 就是在于 他厌理这世间啊 对这世间法 就是我们知道 苦疾灭道嘛 都是苦啊 所以这样 不想要在这世间 就是不玩了 那你要他再回来立身 那就有困难了 因为这样 一点也不喜欢 这个娑婆世界了 所以有要立世多佛呢 广修众行啊 那必知知呢 直观之要 一定要修直观啊 那所以调治之方呢 就这样 尽自为戏的无名 那还有要破这样 我法二知 也就是要正到我空跟法空 那如果说像我们知道 阿罗汉是已经正到我空嘛 可是他们法还没有空 也就是说 他们厌理这世间 虽然还有一个这样 虐磐法可入啊 所以他们执着于 那个虐磐法 所以已经正到我空 可是还没正到法空 所以以为妙行啊 乃可正入 顾守问呢 要往云河游于说婆世界 而习百千万亿难行苦行者 那正是呢 二圣呢 出色生死险道 权葬子官之利 顾以要完呢 西英文这个妙法莲华经呢 得现一切 设身三昧 我们知道所谓三昧就是定 都是这样入这个色生定 以破巨生我法二指 所以这个入到三昧之后 就是要破我们这样 这个巨生就是 当我们就是 就开始这样 一念的一个这样 贪嗔痴开始人转的时候 我们的我指法指就这样产生了 所以这叫做巨生我法二指 所以乃能以神力共佛得 怎样受富足啊 所以我们的我指跟法指如果在 那当然人家要能够怎样 一平的佛力才有办法去 怎样受这个富足 兰身共佛曰破这个巨生我指之相 那兰臂共养呢 约破这个巨生法指之相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 有些人会所谓的兰身共佛 或兰臂共佛 那这个其实有时候是在破我指跟法指 那有些就是他已经破了 破了我指破了法指了 也正到我空正到我法空的时候 所以这射身不执着 所以他怎样用这个射身去这样共佛 那但是呢 现在所说的有些 他说的男生共佛 这个就还要怎样 要再做一个评估啦 因为有些人 稍痛以后又产生成诚信啊 所以在这边人家的一个 男生的一个共佛 都是用那种他本身就这样 能够破所谓的我指跟法指之相 所以当这样二指皆空的时候呢 他不会产生称心啊 因为已经无我可称了 已经无我可称了 所以有些人啊很有趣 大家看那个金刚经的时候 他就说啊 哎呀这个仙人啊 怎么可能割结身体啊 然后都不会觉得痛 这因为大家 如果已经是我空的话 大家想看看 那已经没有一个这样可痛的我了 所以很多东西这样 都超乎人的一个想象啦 好那所以二指即空啊 这些都因为怎样发华的一个怎样 三昧之力 这就是在显怎样 慈经的功德 有没有 刚才不是说 对一般大众呢 那还是要先怎样 显出这个慈经的功德 大家才会愿意修啊 所以乃见妙法最盛 故管藏进功啊 凡有修者呢 无不获益 大家如果能够来修行这个妙法灵花经的话 通通都能够获益啊 所以故持品来也 二指呢 有分别聚身两种 有所谓的分别 二指有分别聚身 有分别聚身值这两种 那出由开示 误入佛的知见 能够怎样顿断一切无名 所以要能够断 所谓的就是无名的部分 都必须要怎样 开示侮辱佛的知见 那这边就是顿断一分的无名 当你能够断了一分的无名的时候啊 就已破这个分别的二指 就能够升 登出地 聚身这个二指啊 然后再来呢 由二地到七地 然后聚 断这个聚身的我指 从八地到佛地呢 就断这个聚身的法指 也就是我们先证到我空的部分 才能够见到后面才有办法修到怎样 法空的境界啊 那经云呢破二指就是怎样 二地啊 到七地这个形象 我们知道那个 要能够断聚身我指 要怎样二地到七地嘛 那自此乃显呢 故隐分别恶障啊 即是五啊 二指呢 聚身地 地处啊 所以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入佛知见 所以很清清楚楚告诉大家 这边在所讲的怎样啊 这一品就是在啊 入佛的知见 所以已经这个所谓的分别恶障啊 都已经这样 五啊 那 再来呢 任前呢 明菩萨以止观力啊 能够进破恶障 实证的真理啊 由二地啊 然后再到七地呢 都能够怎样 就能够顿舍这个仗势 我们知道那个 我们这些种种的 都能够怎样 到七地就能够舍 舍这个仗势的部分 那乃入八地 那自此以后呢 就能够得到所谓三种的义生生 一者就是三昧乐义生生 那还有二者呢 绝法自信义生生 那第三种就是怎样 种类聚身 无法作义生生 能够得这三种义生生 到八地之后 那八地呢 就怎样 得献一切 舍生三昧 乃三昧乐义生生也 那妙因观音二品 如赤配二种生 亦得此生 这个就是怎样 实证 那义生生呢 那路定就有 华出殿则武啊 这都是到了菩萨境界的一个修行成果 好 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一品当中就这样 开释悟入有没有 有修正 像这边讲的就都是到了 这边我们讲的都是到地的菩萨了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甚至于到后面的我们修正到了那个八地的时候就会产生三种的义生生 这个同学了解就好 因为其实到了菩萨的境界 那这个义生生的部分 能够了解这所谓什么叫做义生生 因为一般的大众都还在执着这个色身 还有根根成交色这些为真实的话 那你如何能够契入到菩萨的境界 所以这些都还是我们等我们修正到了 就知道什么叫做这个所谓的义生生 那二十呢 树王菩萨白佛言 世尊啊 药王菩萨云合由于娑婆世界 为什么药王菩萨要由于娑婆世界 那世尊啊 是药王菩萨有若干百千万亿 哪由他难行苦行啊 善哉世尊愿少解说啊 我们就说契机者当机者 今天就是这个树王菩萨 树王花菩萨 他就问 药王菩萨为什么要由于娑婆世界 那诸天荣神夜叉切达佛 阿修罗 迦罗罗 锦纳罗 魔侯罗且人非人等呢 又他方国土诸来菩萨及此 身文众啊 文皆欢喜 非常的欢喜 有没有 因为药王菩萨要来讲 由这个娑婆世界 而且这样 他还有所谓的百千万亿 哪由他难行苦行啊 他的一个修行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开释物路嘛 那路如何能够怎样正路呢 我现在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位药王菩萨 那他在这个娑婆世界呢 已经就是修了这个百千万亿 哪由他的难行苦行啊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药王的苦行呢 是以苏王花菩萨发起者 也就是当机者呢 就是这个苏王花菩萨 请示佛 佛宣教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怎样 称真之行啊 所以如来那个药王菩萨 就愿在这个娑婆世界呢 广说此经 所以极明行呢 但以色俗立身啊 洪金为妙行 所以问这个药王菩萨 云可由于娑婆世界 由百千万亿难行苦行也 愿少解说令众欢喜 亦显直观为怎样 色俗之药 那意义令这个心计的菩萨 得此条心啊 不畏这个说佛的庇恶 为什么要再问这个药王菩萨的 我们知道前面在讲啊 佛山摩顶这些大菩萨顶 也就是该告诉大家一再的交代啊 要把这个法传下去啊 对不对 那这边呢 那个心计 又再宣讲这个药王菩萨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对不对 因为娑婆世界众生怎样 我们就说 大家都是抽佛世界众生 不要问说 抽佛世界众生好度嘛 我们说其他人我们也不清楚 所以问我们自己啊 我们自己有好度吗 对不对 对不对 就很清楚的了解 为什么这个药王菩萨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百千万亿难行苦心 也就是讲到的重点就在那里面 行上啊 对不对 你看这面法莲花经这样经典 做得到做不到 好 就是讲 就是讲 药王菩萨就做到了 对不对 所以 这边就开始宣作这药王菩萨 而是佛告诉王菩萨 乃往过去无量恒河沙解 有佛号日月尽明德如来 因共正片之明行足善事世间解 无善事条欲善妇天人师佛世尊 这个佛的十号 其佛有八十亿大菩萨摩河沙 瓦勒大菩萨摩河沙有八十亿位 那七十二恒河沙大声文众 哇你看那边他的大声文众有多少 我们一般的一个恒河沙的大菩萨 我们就已经这样大声文众 我们就已经算不清了 对不对 这边有七十二恒河沙的大声文众 那佛寿呢四万二千几 同学啊 这就跟那个释迦摩尼佛的寿命一样 然后一般都会说 哎呀佛的那个寿命就几十年而已 要怎么样度无量无边的菩萨 对不对 那这边在讲的这尊佛的一个寿命 是四万两千节 其实也是一种视线而已啊 对不对 也就是还是一个数字跟假名而已 那菩萨的寿命一等 所以你看啊 几十年的释迦摩尼佛虐盘之后 现在也还在怎样 灵灸三这样讲经说法 如果大众能够相弃的话 现在就能够听闻佛的一个这样讲经说法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佛寿四万二千节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被这个数字给人家吓到 也不会觉得几十年好短啊 对不对 或者是四万两千节 哇不可思议 那其实都是数字而已啊 也就是一种视线而已啊 那所以菩萨的寿命跟佛一样 那皮果无有这样 女人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 即以诛难 所以无有女人相对性就这样 无有男人 我们的那个 在看那个阿弥陀经里面就清清楚楚 他没有这样 两性的一个差别 所以其实佛国净土大概都是如此 为什么 因为呢 如果有两性 也就是有男众跟女众的话 就有欲望的追求 对不对 那就很忙啊 对不对 那怎么会认真修行呢 所以佛国净土一般都这样 无有女人啊 也就是这样无有男人啊 这样就很好修 对不对 就好像是曾经有一个男众就说 师傅你不知道啊 他很一直念之在之都是 他大学交的女朋友就是他现在的太太 所以呢 他几乎就是等于他这样 没有谈过恋爱 然后第一次谈的恋爱就是他太太 所以他大学也没有交过女朋友这样子啊 那我就跟他讲其实这样 你看没交过 你看一般交女朋友要花时间又要花花金钱嘛 时间跟金钱是一定要的 那你这样子的话 真的是这样省钱省力对不对 那相对性如果我们真的要很就是好好修行 其实怎样 你两性之间的那一种就是纠缠啊 或是那个我们说解解解解语解冤解对不对 那越解越 就是那个彼此互相的一个呼应 这个其实都很忙的啊 有没有 有些人为了这样一个情子 就累生累积都在这样轮回啊 所以 无忧女人是怎样 也无忧男人是最好修行的对不对 没有这样的一个了别性 那再来也没有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 这些统统都没有 即怎样 即以诛难 也就是所有的恶难啊那些 这个其实在那个阿弥陀基里面就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啊 他就说 脸那些就是一些负面的名称都没有 何况有其实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难都没有灾难都没有 那你想啊 你想啊 那个我们说佛世界为什么有说生病 有生病这个词啊 这个名词对不对 因为大众会生病啊 对不对 那其他这个像这个佛国净土呢就没有 他不会有生病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所以就没有生病这样的一个假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 没有遗疾这样 没有任何的这样 诛难 那地平如长 那个地就好像我们的手掌一样这样很平啊 你看那个说佛世界的那个怎样 我们就说那个山沟 就是山都很高 对不对 那海还有海沟都很深 对不对 那其实那个地平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说佛世界的那个像这样的呈现 就代表我们说佛世界大众的心是这样起起伏伏很大的 所以这样我们就发现像现在的大众的心也是这样的一个波动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一些灾难啊 恶难啊或是等等 所以我们说像有心生 不是在这个外像而已 连整个的一个这样外境的这些像 都是由我们心而生起的 就像我们所说的 为什么人家那个佛国净土能够地平如长 就是因为那边的大众的修行 所以心是这样平稳的 心事的一个波动非常非常的平稳 那说佛世界大众 我们不要看别人 我们就看自己 那个心是不是我们一早上 那个喜怒哀乐 就一变了 不知道轮回几变 对不对 所以那个说佛世界的山是这样的高 海沟呢 就是我们海里的那个沟啊 是那么的深 祈福这么大 所以那个像有心生 不是只有在你的外像 你的容貌而已啊 整个外像这些都是这样 由我们的心而生 所以我们就说所有的这个外境呢 其实就是我们心的一个镜子 对不对 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些镜 就是你的心 只得一个这样波动的一个呈现 所以这边很庄严 那这边地平如掌 流离所成 那宝树庄严 好 到这边同学就问师父啊 为什么好像所有的佛国净土的一个叙述都很像 对不对 都是这样子就是地平如掌 流离所成 宝树庄严 宝树庄严 其实还有更多的形容词啊 对不对 只是人的思维就是这样的一个范畴 所以这边就把所有很最庄严的东西 这样字句给这样放上去啊 对不对 描写佛国净土的一个庄严 如果呢 人的一个那种延迟能够更多一点 也就是例如说像天人啊 有没有 他们那边有很多 我们所没有办法知道的一些事物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如果是天人的经典 我相信就是在描写这个 那个 这个佛国净土的专员呢 会更加的怎样 精彩啊 好 那说佛世界 大众的那一种智慧也有限 好 那所以 那个智慧是指那个那个名像 或者他说说名词也有限 好 所以佛国净土形容起来的好像 对不对 好 因为这样字句上是这样有限 有限的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地平如长流离所成 宝树庄业 好 那宝藏附上 那垂宝花帆呢 宝瓶香如啊 周遍国界 好 这些都到处都是啊 好 那七宝为台 好 那就用七宝呢 搭成台 那一树一台啊 好 那齐树去台呢 进一见到 好 所以就在描写那个佛国净土的一个庄严啊 好 那齐珠宝树呢 皆有菩萨声闻而作其下 好 那珠宝台上呢 各有百千珠天做天祭月 好 那歌探余这样佛啊 以为供养 好 那这些 那个 宝台上啊 都有这样 天 天人啊 在那边做天祭月 然后都是在这样 歌颂啊 歌颂佛啊 那这样子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怎样 供养佛 所以二十匹佛为一切 众生喜见菩萨 即众菩萨诸生闻 众呢 说法华经 你看这样一个 这么多大众的一个集会呢 那这尊佛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日月静明德如来啊 好 我们就说 现在如果我们看到佛号的时候就这样 跟着念心里面跟着念三遍啊 对不对 好那就跟这尊佛这样结一个善缘 那未来呢 这个善缘也许在这样 类圣类结当中这个种子发芽 好那就有所成就 好 那当然呢 如果最好是怎样 当下嘛 对不对 我们跟这尊佛能够心心相应 就能够齐辱了 好这当然是最快的 好 只是如果因缘性还没有成熟的话 我们就先种下个种子 好那未来呢 这个 我们知道一切因缘契合的时候啊 好 那这尊佛也许就能够怎样 开始误入这佛的知见 那我们能够怎样 误入到佛的一个知见去啊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要玩菩萨的苦行啊 所以先叙述他的因啊 本因啊 好那 那个佛号为日月静明德 就是用正字 正的话我们就说是怎样 正确 用正确来形容 或者是佛的一个智慧 就称为怎样 正字 观照 我们在一般的那个观照 本身就还有智慧了 也就用智慧来怎样 看这世间啊 观照啊 那所以这样子才能够破 所谓的无名案 然后能够尽致这个邪寇之相 那佛的法卷有八十亿的菩萨 那再来七十二恒河沙的僧文者 那亦破呢七世的蓝乌的无知习气 相显八世的圆明之体啊 以气本觉真心之相 那用这个本觉的妙体呢 也不离四大的根层 所以我们就说啊 佛跟众生三无差别 所以本觉的妙体也这样 不离四大的一个根层啊 那佛寿呢四万二千啊 禁至妙圆 绝珠乱乌啊 所以国无有女人及四二道 所以同学千万不要说 嘿呀 这边在讲绝珠乱乌 那又说无有女人 是说女人为乱乌吗 其实如果有任何的男女之间的一个这样 那种就是分别的话 都会是一种乱乌啊 所以绝珠乱乌的意思 无有女人其实就讲无有男人 那七世呢 本是平等性质啊 也就是以佛来讲 我们就说所谓的平等只有这样 佛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平等性质 那相对于来讲 我们就说我们这颗心 那个外境就是照镜子嘛 对不对 所以因为拥有这个平等性质 所以讲所呈现的外境的这个相呢 就低平如掌 那八世呢 本世如来的暂体 大圆尽至 故这样流离所成具有这样横杀性德 故宝树庄严等呢 菩萨声闻皆坐宝台者 言三世呢皆一七八二世啊 修行已成自然得果 过令诸天坐月共佛 那用那个音乐来共佛 所以共佛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好 所以喜见为这样药王的前身 英文说法华经则实相妙行 有所色寿而来 那匹佛呢为一切众生的喜见菩萨 来说妙法莲华经 所以他为一切众生的喜见菩萨 那这就是怎样药王菩萨的一个这样前身啊 那是以呢一切众生呢喜见菩萨 热行苦行啊 这苦行其实也有人问过啊 师父啊你对苦行的看法 那其实我们就说不管任何的修行 还是要有怎样有大众愿意修啊 那禅修会有人报名 那念佛也会有人报名 那可是如果说今天要弄一个苦行营的话 那就要看有没有人报名了 所以这就是苦 为什么对苦行的看法 所有的法门还是要有相应的这个大众 才能够讲成欲法门吗 好所以于日月静明德佛法中啊 精进精醒啊 一心求佛满万二千岁余啊 得献了一切众生三昧 你看他修行那后面成就 那所以他能够献所谓的怎样 色生三昧啊 这就是讲这个药王的一个前身啊 文经知行得益啊 就是能够听尾妙法连华经 所以怎样能够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就说在这一品当中是入嘛 开始悟入 也就是开始怎样修正 修正到怎样得正 所以叫做悟入嘛 那喜见呢 精进心形一心求佛者 我们就说这个其实这样 心力很具足啊 对不对 不然的话一般大众啊 都会这样翻反覆覆 有时候很感动 哎呀一心求佛 有时候又开始起推心啊 那这一位呢喜见精进 喜见菩萨呢 我们可以发现他怎样 心力十分的具足 所以对于佛法的部分 他怎样是一心求啊 那因文妙法以直观调心啊 那这个任且云所谓的怎样 无见形啊 那其性论里面有讲到一心三美 故约一心啊 以观实相 同学有没有 他这边就讲的是怎样 实相法了 那实相法的话 就与一切的法了无异相 没有那个分别 所以故观呢 这个真如名无见形 又名一行也 满万二千岁呢 得现一切的双三美 那任其大会呢 就问无见形 佛说修行者大方便 乃至得呢 无身法忍 然后驻地八地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十地啊 因为后面讲到的这些都是怎样 大菩萨们 开始误入到那个佛的知见 好 那我们就大概来了解一下 十地就菩萨所证的地位 好 那一切佛法呢 依此发生 那地位呢 那地位呢 有钱跟身 那地位呢 从第一个开始是怎样 欢喜地 所以始于欢喜 终于这样 法云 好 所以最后一地叫做法云地 好 那欢喜地呢 就是说那个菩萨的智慧呢 同佛智 那礼琪佛理啊 能够侧间大道 也就是那个 在这一地的菩萨呢 他的智慧呢 就跟佛智一样 所以能够侧间这个佛道 的所谓的大道 能够进佛的一个境界了 然后能够得法性 等于出帝呢 金云啊 与大菩提啊 上德通达 绝通如来呢 敬佛的境界 就名为这样 欢喜地 那第二个离寇地呢 就有怎样 敬佛的境界 明了诸法 异性而入童 这就是怎样 所谓的 之前还有怎样 法的一个怎样 差别性啊 还有一个了别 对不对 后面怎样 这些差别性都怎样 没有任何的一个这样 那个差别 都入于同啊 对不对 那若见有同啊 则非离寇 所以如果是同的话 同学 没有了别性的话 就没有所谓的寇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同呢 本身它也不叫做离寇 那同性异灭 那同性异灭 思为离寇 好 那所以经言啊 异性入童 同性异灭 名为这样 离寇地 也就是我们知道啊 还有一些差别性 因入到同呢 同性也灭 连那个同也没有 没有一个直取性 好 我们就说啊 刚才就讲啊 好 为什么会有那个寇呢 为什么会有静呢 为什么会有佛呢 为什么会有众生呢 就是有一个相对性 有佛就有众生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我们怎样 异性入童的话 那同性异灭 也就是 那个 当我们有一个了别性的时候 那连这个同性也这样 不可知啊 也灭 这才叫做离寇 好 那第三个发光地 就同疫情啊 见之寇寂静 则本觉知慧啊 光明开发 这我们就可以发现 智慧啊 本觉的智慧已经这样开发了 那再来宴会定呢 就怎样 惠明祭集啊 就是到达了一个极点了 那佛觉圆满 那绝满呢 就怎样 惠光发宴 好像怎样 智慧的一个光这样 发出的那个火焰啊 所以如大火聚烁 破一切的情剑 这个智慧之火啊 把照见的左右的这样 一切的这样的情剑 情就是怎样 我们知道的根啊 六根 这些种种根根成交涉 这些所产生的这些啊 好 好 那南圣地呢 就从前的宴会定呢 破一切的情剑 情同意之下 意不可得 所以没有 同意 意象不可得 同相也不可得啊 没有所谓的 没有所谓的意 也就不用有所谓的同 这个说法 其实就是在破大众 抓取一个意象 对不对 那现在告诉你 诶 是同相 那也会开始抓取这个同 所以告诉你 同意之相 皆不可得 这就是诸佛境界 无有能胜啊 所以 第六根现前地 有钱呢 同意之相 既不可得 则真如尽性呢 就明显现前了 好 那再来呢 远行地 真如之境 广无边际 所以 这个真如已经现前 可是怎样 分正则局 若近其记 就还有一个局限 那要能够怎样 进到他的边际 才会叫做真正的祈祷 所以 近真如记 就名为这样 远行地 那不动地呢 就这样 真如之理 要能够近其记 那就能够怎样 全得其体 也就是边际都去掉了 没有边际这样的一个了别 就全得啊 对不对 那则真常年纪 无能够动摇啊 那再来第九个散会地 我们刚才要介绍 就是这个第八个 所谓的不动地嘛 那再来第九个散会地 那得到真如之体啊 就发妙用 凡所造了皆是真如 那如果你本体就是怎样 在真如下的话 能够发妙用的话 所造其是真如啊 那再来第十个法云地 菩萨到这样的一个第十 这第呢已经这样修行公满 唯物化利众生啊 大慈如云啊 都能够怎样 孕妇 那皆失作利论 然后能够怎样本机不动 好 这死地的菩萨的部分 同学可以看一下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如果住到第八地的话 就能够这样得离行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八地 是不动地 那真如之理呢 能够尽其迹 所以真如这样就骗一切了 没有所谓的边际 那能够得其全体的时候 真禅静啊 无能够动摇 好 那就能够怎样 得离行的异迹 那个是异事啊 对不对 因为已经静真如的一个边际了 那再来啊 又无法自信 二无我相 我们来看这些迷相的一个诠释 那首先我们先看到所谓的 佛的一个转释成智 凡夫的八释 转成佛的一个释智 八释转成大元净智 七释转成平等性智 六释转成妙观察的智 五释呢 转成这样 成所作智 那无法呢就是怎样 那个在任前经 还有怎样 为释论 把一切有为无为 有肉无肉 都分成无法 一个叫做相 相就是身若万相的这些事物 形象都不同 那带有这个明 依照这个比比 比种的这些种种的相呢 就能够立种种的明 来诠释这些相 所以有相之后就来立明 那立明之后 就有第三个这样分别了嘛 对不对 例如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桌子跟椅子 就有所谓的这样 桌子的这样的一个明 跟椅子这样明的一个形象 我们就会知道这样 当中的一个分别嘛 对不对 所以给予这些万象的万物的相名 思量 识别 所以有所谓的大小啊 高低啊 美丑是非的这些差别 那第一个是政治就是 无肉心锁 那烦恼都断尽了 那所以就离虚万分别 所以光明相互为正客 互为其客 离长离断 也就是说 他也不会在禅当中 讲能够这样 就是能够就是断这二件 这两种长跟断这两件 那这两种邪件 那如理而知啊 就用力 我们可以翻译成就是这样 佛的智慧 那如如呢 就由政治所证的境界 心境皆解 那再来的话 我们看到还有一个 所谓三自性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那明相的部分 我们下一次呢 会再跟大众能够怎样 再介绍一下 那大众一起合掌 我们来做一下回忆一下 大众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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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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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你先想看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你再来 你更好 我等于众生